人家宣的学历,田富珍的学历 陈佳化的学历,网友,同是she 差距还真是挺大的 在娱乐圈当中 其实有很多明星之间都是有些 一定的差距,很多明星的出身都 是不一样的,但是很多时候学历也并 不是能够决定才华的东西 还是应该要靠后天的努力 达到自己想要成为的人 很多明星之间的学历就有着很 大的区别,就例如曾经大家都 非常熟悉的一个女团 那就是she组合,当时这个女 团也是火遍大江南北的 她们很多歌曲的传唱度都是非常高的 并且都被众多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在这个组合当中有着任家轩 田富珍,陈佳化,然而你知道她们 三人的学历吗? 让人没想到的 是差距尽如此明显 一,任家轩,Selena 在这个组合当中 可以说任家轩给人的心想一 只都是非常甜美的 只是在感情上却并没有像在事业上 那么顺利,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但是相信时间能够平复一切的伤心 也希望她们能够变得越来越好 而任家轩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 相信任家轩在读书的时候 成绩还是很不错的 二,田富珍 可以说当时在这个组合当中 田富珍并不是非常出众的 但是在她们几人单飞之后 可以说就是剩下田富珍一个人 依然坚持着自己的音乐 最后田富珍也是成功了 凭借着独特的音色让众多 人都记住了她 然而田富珍毕业于台湾新 竹虎口高级中学 也是挺让人感到意外的 三,陈佳化,Ella 曾经Ella给人的形象一直都像 是一个假小子一样 但是在单飞之后 Ella就遇到了自己的爱情 并且之后也变得非常温柔的感觉的 其实Ella美起来真的是非常好看的 而Ella毕业于大人科技大学 可以说他们三人的学历 没想到这差距竟如此明显 其实最后小编希望 他们都能生活在彼此看得见 的地方溢溢生辉 照亮彼此 毕竟小编时听他们的歌长大的 一首中国话 让我自己感到骄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